两人交手的同时 另外四方也逐个队上 金吴玉队上的自然是灵霄 两大掌窖一出手 便是一片风起云涌 战无伤队上的是玄月 韩无心队上的是九华 这四人都是化神修者 打起来亦是惊天动地 等到崩山童子与那宫庄美妇对上眼 那宫庄美妇已是恨声道 萧华果然是你 我就知道你这狗东西没那么容易死 当年老娘就该一掌拍死你 崩山童子也是笑了起来 嘿嘿嘿 哎呀胡雪花啊胡雪花 你这贱人不死 老子又怎么舍得死呢 不就是看破你这女人 红杏出墙那点丑事吗 竟然追杀了老子三百年 叶云子这老乌龟 也忒没出息了啊 自家的士币 给他戴了绿帽子 他都能忍 怪不得能成帝仙呢 他是靠当缩头乌龟 混出来的吧 这话一出 众揭大华 这等密室 崩山童子以前从未提过 只因这女人的后台 是叶云子 就算他有云祖庇佑 也不敢惹 但如今 云祖已然出手 与叶云子对上 七侠界两千多年的平衡 注定要被一招打破 崩山童子再无忌惮 上来就结伤疤 那胡雪花 因为崩山童子 沉默千年的缘故 本以为 她会继续沉默下去 所以这才上来就嚣张 没想到这次不灵了 竟被崩山童子 接着痛楚猛批 气得是花容失色 体内一阵气血翻涌 竟是哇的一口血 先吐了出来 崩山童子看了 已是大笑道 有有有有 上没开打呢 雪花娘子就先吐血三生啊 这是有心相让嘛 莫不是 雪花娘子 既莫难挨 又起色心啊 看童子我老当一壮 气一勾引啊 哎 爸爸吧 反正那叶云子 老乌龟当惯了 再多当一回 也不在意 老子我就勉为 其难牺牲一次 满足了你那 饥渴之心吧 你给我闭嘴 胡雪花已是 嘶声叫了起来 他当年丑事 被崩山童子揭破 显显被叶云子打死 全赖他有幸 为叶云子生过一个孩子 才得以不死 饶事如此 也被幽闭百年 百年之后 他得以出关 叶云子早已不再理他 为了重回叶云子身边 他更是绞尽脑汁 使尽手段 钻研出无双的床术 更上演了一幕幕的后宫大戏 才重新获得 叶云子的喜爱 如今千年已过 时过境迁 叶云子也不再为 当年之事计较 晋升帝仙之后 更是对男女之情 看得很淡 遣散了大部分的婢女 只留下这个 与他有瓜葛纠缠的 女人侍奉 胡雪花本来以为 这么长时间过去 大部分知道的人都已经死了 剩下知道的 如云祖等人 也不会再提 没想到 崩山童子当年 中了自己一记百花催魂手 竟然顽强地活下来了 此人本就是大道出身 言语粗弼 活了两千多年 依旧这副模样 毫无长辈风范 更将一副毒蛇 修炼到大罗金仙的地步 寥寥树雨间 已让胡雪花重创 此刻 见他那歇斯底里的样子 崩山童子已是怪笑道 好好好 我闭嘴 我闭嘴 有雪花娘子那张嘴在 其他的嘴都张不得 张不得呀 他那话里之意 众人皆明 一时兼一时无语 想不到 这崩山童子出关 现身第一站 竟是靠毒蛇建功 倒是与唐杰有的一拼 说话的同时 崩山童子 已对着胡雪花一掌拍去 掌中 蹦出几点寒光 分取胡雪花 弃户 城满 浮屠等处 角度是刁钻 而攻击犀利 他言语尖刻 手底下却丝毫不见大意 这胡雪花当年实力还在他之上 险些一掌将他杀掉 正如胡雪花恨他一般 他对胡雪花也是恨之入骨 当年的自己 可能不是胡雪花的对手 但胡雪花被叶云子 幽近百年之后 给自己追上来的时间 而且相信有了此事 叶云子对他必然有所保留 再不会教他什么大神通 如今只怕已是不如自己 再加上被自己言语所激 内火攻心 崩山自信 此战营的只会是自己 双方阵营 十几位子府就这般大战起来 这是一股难得一见的壮丽奇景 十位强者的战斗 使得方圆万里之内的灵气都被抽空 就像是在墨丘的天空中 制造了一个漩涡般 灵朝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涌向漩涡的中心 在中心地带 冰霜火焰雷霆雨露 珠般仙家法门 各种神兵利器 轰闪对撞 交织出一片瑰丽的天华 人在极远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 各种雷鸣电闪的景象 隐隐间又有人影 在其间闪动 更有山川大河 在天空显现 流动 高大的金身法像 遮天的巨手 还有漫卷的剑光 看得人是目眩神迷 由此产生的后果 也极为惊人 战斗所到之处 那天上的云层 固然被搅散搅碎 下方的土地 同样无法避免 山巒崩塌 江河蒸发 大地震动 在石子府的激战下 这一方土地 无可避免地 受到了驰鱼之殃 有那疯狂者 更是连天上的刚风 都引下来驻战 就见战屋商 一声大吼 向着空中摇摇一招 一道刚风 已是从天而降 裹卷在手中 大砍刀上 缭绕出冲天焰火 斩向玄月 这裹着户界 刚风的攻击 就连玄月 都不敢硬扛 只能挥手 捂出一片片月轮 全力化解 战屋商 却是一刀接一刀 凶猛地砍来 那户界刚风 燃烧在他的刀上 手上 身上 他仿若无事一般 玄月见了心下 此法虽强 却终究是伤敌伤己 我以月华天霜 分解消枝 持之一横 他必然承受不住 率先灭亡 一念及此 也不闪避 便以自己的月华天霜 对抗 因战无伤全功 站了片刻 战无伤果然渐渐不知 身上已出现 被刚风烧灼受伤的迹象 显然是有些吃不住了 玄月大喜 月华天霜全力运转 一道道月华 习向战无伤 终于 战无伤一时应对不暇 被玄月一指悬光击中 胸前当场开出一个指洞 玄月大喜 以全力欺上 对着战无伤又是一指点去 这一击 已凝聚了他的全部力量 相信战无伤绝对无法抵抗 但就在那时 战无伤眼中突然闪过一丝鬼色 这鬼色落于玄月眼中 心中忽然一动 立志不好 想要手指退开 却已是晚了 战无伤不退反进 迎着这一指而上 玄月一直点在战无伤的心口 却见战无伤身上已冒出大片金光 生生生阻住了这一指 与此同时 战无双的大砍刀 已裹挟着无上刚风之威 掠过玄月的脑袋 一刀将他的头颅削飞 突如其来的逆转 让所有人打吃一惊 本以为最先分出胜负的 会是萧别汉与施乌涅 崩山童子与胡雪花这两族 毕竟天神宫这两方面的实力 在战前就已有折损 没想到战无伤却突然爆起 一刀得手 战无伤已继续一刀向玄月斩去 要将他一刀两断 总算旁边灵霄及时出手 水月袖卷线光滑 荡起战刀 同时玄月的头颅 也滴溜溜飞了一圈 飞回自己的脑袋上 那伤口已经复原 只是玄月的脸色 已现骇然脱口道 天神甲 天神宫最出名的 自然就是天神甲 只是此刻 玄月口中的天神甲 却非那种质是天神甲 而是一件真正的盗兵 也是所有天神甲模仿的对象 天神战甲 这是一件通体金色的战甲 却薄如蝉翼 贴在战无伤的身上 未发动时 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也不起任何作用 就连玄月的意志 都不能抵挡 但当它发动起来时 却如铁壁一般 阻挡住一切攻击 哪怕是神魂类的攻击 都可以削弱 如果说天神灭神剑 是最强的矛 那么天神甲 就是最强的盾 虽然这矛和盾之间 做个对比 依然以灭神剑更强 毕竟 天神甲只能削弱 而不能抵御神魂攻击 但当没有灭神剑时 要想伤害身穿天神甲的人 却是极难 一直以来 天神甲 都是由施无念掌管 谁也没想到 它会突然出现在 战无伤的身上 就像天玄灭神剑 一直被放在喜悦派 华山守护 是守山大阵的一份子 轻易不会出动 却被萧别寒突然带出来 一个出其不意一般 曾经天平山的一幕 再度重现 却颠倒了一下顺序 这次借机得利的 却是天神功了 虽然灵霄救下了玄月 但是那衣袖之差 也让金吴玉得了机会 一掌拍在灵霄身前 借势全力抢攻 而玄月 也这一刀大幅度受制 虽然浑身不死 但表面无碍的同时 伤口处带来的刚风 却依然在影响他 使他的伤势 其实没有真正的复原 以他的实力 要想消弭掉这点刚风 倒也不难 但是战无伤的权力攻击 却让他没有机会 形势因此出现变化 一边是萧别寒 崩山童子占据上风 一边是金吴玉 战无伤 小战优势 韩无心与九华 则是棋逢对手 这俩人也算老对手了 天平山之战时 就是韩无心偷袭了出云山 却被九华打了一掌败退 不过他那时败退 是因为喜悦派借助地利 有大政和无数弟子相助 虽然中了一掌 却不致命 只用数日就恢复完全 这次再度交手 战果如何就不好说了 天神甲祭出 其他人也不再客气 胡雪花率迁寄出一物 却是一只凤钗 那凤钗府一出现 便化作一只冲天火凤 扑向了崩山童子 这火凤 却不是一般的火凤 而是叶云子提炼九山寒金 又捕捉了一只真正的上古妖凤 但其肉引其血后 将其精魄打入这拆内而成 唯能非同小可 乃是一件上品神针 崩山童子见了 却只是呵呵一笑 手上已献出一对拳套 就这么对着空中火凤轰去 轰隆隆一拳又是一拳 竟阻的那滔天火势 无法靠近 倒颇有几分唐杰本体 或王爵灭的风采 这不是他的修炼之功 而全类他手中那对杀神拳套 有化神力之效果 史威能备掌 也是一件上品神针 此刻武动漫天拳影 以一对二 崩山童子完全无惧 另一方 施无念也取出一物 却是个小小的木制小锤 就这么对空抛去 那木制小锤一出现 就生出一只黑色坐下 仿佛老僧坐定 手持那木锤 向着萧别寒的头顶敲去 此物却是一件真正的道兵 本是一对 分别为木鱼和木锤 也是天神宫 除天神甲外 最具价值的宝贝 此物倒在阴律 一旦敲击 有离魂惊魄之效 且对所有人都有效 天玄灭神剑 依次能砍一个 他却是一击之下 能对付一群 无论单条群斗 皆是强大无比 奈何 当年唐杰末秋一战 萧别寒挥剑杀上天神宫 提出赌斗 赌的就是这木鱼 天鹰木鱼在盗兵中不算低 却要联合在一起 方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萧别寒用的只是一件普通盗兵 自然不可能与整套木鱼对赌 但他也狡猾 只赌木鱼本身 那木锤不要 却是拼着自己没用 也不让天神宫好过 事后果然让其如愿 这道兵被一分为二 天鹰之道无法再现 无奈之下 只能激发兵中气魂 将好生生一件 鹰道神兵 当成神针来使了 饶是如此 这一木锤砸下来 威力亦是非同小可 萧别寒不敢硬扛 只能连刷十三道法术 削弥掉一下攻击 有了这天鹰木锤 施无念 总算将不利的局面 搬回了一些 另一边 金吴玉与灵霄 却是同时请起义务 金吴玉手中是一本书 灵霄手中却是一面镜子 这一书一镜 同时现行 各放豪光 同射对方 一个是自伏如兵 每一个自伏 都如一把神兵力气 展现出凛冽的凶威 一个却恰恰相反 将所有攻击 都收入镜中 又再反转回来 却是一件 倒逆全坤的宝物 又是两件 倒兵对撞 不过这一次 却是灵霄手中的乾坤镜 占了上风 此物本就是喜悦派 排名仅在天玄灭神剑下的 第二道兵 道在阴阳 长两仪反转 此趟 由于清朝出动的缘故 天玄灭神剑 交给了云祖 摘星塔看家 这乾坤镜 却被带了来 正好克制金吴玉的万法神兵书 此宝倒在幻化 可将自幅幻化神兵空击 也顺利群战 又利单挑的战斗 却敌不过灵霄的乾坤镜 将那如潮的攻击 硬生生反转回来 逼得金吴玉 不得不收起宝树 如此 又被灵霄搬回了 先前不利的一局 那边 韩无心与九华 也拼得火起 韩无心是个瘦小枯干之人 全身如笼罩阴影之中 手中一把韩光刃 却也是一剑倒兵 叫做幻影分光刃 最善无声无息的 发起偷袭 九华手中 则是一条墨绿的小蛇 那小蛇看似妖物 其实却是一剑倒兵 倒在生命 故此兵无魂 因其本身就是生命 可被操持攻击 亦可自主攻击 可幻化形状 更可攻击目标 吸取受援 再繁补己身 功能繁多 但威力相对较小 正是当初萧别寒 已知赌斗的一剑倒兵 韩无心的幻影分光刃 倒在刺杀 阴损邪恶 九华的命蛇 则正在持久 连绵不绝 故打起来 多是韩无心主攻 而九华退守 看起来 是韩无心 更加占上风一些 但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韩无心 不能在一开始 奠定胜局 持续下去 输的那个 必定是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